说起金明,大家都不陌生,是一个早就出道的小童星,在他八岁的时候出演电视剧《婉君》,剧中饰演小婉君,这个长着一张可爱娃娃脸,眼睛大大的小姑娘,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,瞬间红透了奔遍天,金明对学习十分认真,因此他错过了琼瑶为他量身打造的缓珠哥哥,之后金明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,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。 金明的粉丝也十分的多,萨贝宁就是最忠实的铁粉,他曾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暗恋金明,还说自己长大了想娶她,一晃20年的时间过去了,萨贝宁最终娶了李白,如今的金明已经41岁了,依旧还是单身,而从他晒出的视频中看,他的房子装修奢华,面积也不小,说明他过得还是不错的。 对于婚姻,金明曾说,感情的事他并不强求,即使目前没有也一点不焦虑,这事不是论时间早晚来衡量的,我更看重一切随缘,他虽然没有结婚生子,但是也一直过着充实的生活,这样的日子可以说是很美好了。